一来他就做给他爸爸妈妈看 我就有点受不了 我也有工作我也赚得到钱 我用你的水用电 我也花钱家里话 你不应该父母来了 就格外的一个样子这样的 拉出来说 洗澡我会解释一下 因为父母来了 肯定要早点睡觉 他洗澡他时间长 40分钟一个小时 总洗 我觉得他稍微快一点 走慢走慢 哪里这么久 40分钟最早要的 40分钟 所以你是先跟他商量 让他快一些 我说了很多次 对 早就跟他说了 洗个澡拿掉40分钟 是吧 一种夏天 从中喝水就可以了 他就是父母来了 他这样说的 他父母不来不会这样子 从来不会拿这个说事 平时我父母没来 我随着随着 你搞两个小时 我都无所谓 是吧 我感觉到我父母的感受 他妈妈我就生气 我说你这样挑事 我就是我跟他回来 他几句我就跟他吵几句 他父母也就看到 我们两个吵了一句好 站在旁边就骂我 他抓着我的头一下 推到枪脚 把我的头 我都拔了一大 拔下来了 我的头都痛了一两年 我真的一直摸到那里就痛 我就打动我 我就一直 我就觉得 我在这个家 实在带不下去了 我也不跟他们吵了 打了我 我就骑到房间里去了 我就觉得 我要离开这个家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就搬了兜 自己的衣服 小孩子的衣服 我就准备和我自己 如果也不说 等他先走吧 他上班 我就和我等候一点走 我就 带着小孩子 说得一会儿远 我自己贴着几袋东西 我就出去了 回来他就问我 到特别 到他这边吃 到那边吃 你是说炒菜 不是说大家一起吃 不是一起吃 他放在旁边那个桌子上 然后让你选 我就坐在我父母那边去了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你选择坐在父母那边 因为我父母也是难得来 我要孝敬各方面 可我也说过 我也说过 一起吃 我说过一起吃 不听 他不能接受 那是什么情况 他们父母来了 就这个家 就是全把他掌握 做饭 买东西 什么一切他掌握 就是他是主人 我就是一个客人样的 我感觉 我就跟他们之间 三个人 有一点有隔阂 他们自己做饭吃 他们也不叫我吃 就是感觉 我是外人 他们三个人是一家人 我就坐在房间里 我就不想出来 我就觉得我是外人 他们也不理我 他们自己三个人说话 在外面 自己做事